我们这种瓷砖菜池第八年了 有朋友问 为什么我们的瓷砖菜池 能够这么坚固耐用 又要花费多少钱一个 下面我们有小虫来介绍一下 因为整个楼顶的菜池13个 它一手打造的 这个瓷砖菜池我们 这个瓷砖菜池 这个菜池 这个汽水池在上面 汽水池在这边 我们过来盖一下 这个汽水池 大概129要吧 包这个这个胶 成本 8块钱到10块钱1块 对就瓷砖 有网友说不可能有这么便宜的瓷砖 你说有吗 这个是叫做瓷砖 就是样板砖 是吧 样板砖 11块瓷砖 每一块是8元主要 8元到10元 就大概是100块钱主要 100块钱 瓷砖 结构胶呢 结构胶 大概要多少 结构胶就需要一支半 一支半 就是看你的容量的 30块钱就要吧 30块钱左右的结构胶 这个胶 这个胶是PVC管 中间用那个瓷砖 瓷砖条 放在里面 就是最外面有两根PVC管作为支撑脚 而中间部分呢是用瓷砖片作为支撑的 这个横的瓷砖呢是装杀的 是没有支撑作用的 而是树的这一块瓷砖是有支撑作用的 是40公分高 这是一块瓷砖片 瓷砖40公分高的 80公分结成两半的这个瓷砖片 这个是为难为大的 这个没起到支撑作用 这个为什么说能够这么稳固 有些网友做那些瓷砖 菜籽老实说坏我们 稳固主要是那个结构胶 这种胶呢不脱胶 防水的 它比较好 只要你那个结构缠的比较匀 它就有漏水的现象了 就是我们不用任何的 最假挤的 对吧 包括下面的这个是50公分高的 这个氧硅瓷 其实上这个很僵固的 你认为这个是扣子 这个不是扣子来的 这个是我们用来搭这个纤维玻璃棒的 这个也是 你扯出来看一下 它不是用来加固这个瓷砖的 跟这个瓷砖的加固没有任何作用的 那你看我们下面这块也没有了 这个块 上面那个氧硅瓷也是粘的 这个结构胶的质量 决定你这个菜池是否就是牢固的 沾好有一个鸡窗 它就很很坚固的 像这个我经常采到这些没事的 你看对吧 我们楼顶的这些菜池和乌龟池 已经是第八年了今年 没有出现任何说放泥进去又会涨破什么 这种菜池的话我们楼顶一共有13个 你看这里 一二三这里有三个 一二三这里有三个 这边也有四个五个 这里有一个小的六个 这里还有一个长的 这里又有三个 这里又有三个 一共是13个都用了 八年了没有任何的问题 每一个的材料钱花费 大概是120块钱左右自己做 实惠 而且很坚固 又用结构胶 又粘了一个吸水池 也是没有任何的什么扣子的 是80x80公分的 满满吧 所以自己楼顶种菜 你用什么种植池 池专菜池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